这是我见过最霸气的大佬坐姿 也是我见过最社会的女人 就连一旁的人看了之后 都忍不住想要出手揍她一顿 只需轻松一脚就把来人踹飞了出去 如此霸气侧漏的女大佬 简直让人爱了爱了 然而像她这样厉害的女人还有三个呢 她们究竟有多厉害 看看她们的敌人你就知道了 画面中的五人 有意大利黑手党的老黑 荷兰的黑帮教父 日本山口组的加藤 台湾三联帮铁郎 以及泰国阴阳会的虎娘 几人全都是江湖中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 可就是这牛逼哄哄的五人 很快就折损了三个 黑手党的重要核心成员老黑 此时正在泳池放松身体 因为映照女郎推门而入 女子先是使用美色 消耗了老黑大量的体力 随后就对其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虽然老黑身强体壮力大无穷 但奈何女杀手伸手矫健敏捷 在一番以柔克刚之后 老黑还是死在了泳池之中 此女正是黑玫瑰成员之一 红蝎 她不仅孤身一人杀死了老黑 而且还能在众人的包围中全身而退 其实力有多强悍不言而喻 今天是山口祖老大家腾的生日 手下为她安排了最爱的美人家蛋糕 家腾看到后直呼 然而她却不知道 眼前的女子正是黑玫瑰成员赤链蛇 明明可以玩阴的 可赤链蛇却偏偏选择了硬碰硬 因为她对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信心 至于家腾的保镖 早就被赤链蛇 给悄无声息的给弄死了 随后是三联邦老大银狼 他们几十号人 目前已经被黑玫瑰成员白玲给包围了 黑玫瑰的成员向来都是心狠手辣 只要动手就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活口 可唯独心地善良的白玲除外 只要上级没有跟来 她就会悄悄放过那些无辜人员 白玲的善良应该是与她那正义无私的爸爸有关 话说15年前 缉毒警官龙志强联合国际警察 破获了一起 涉嫌金额巨大的毒品走私案 但同时龙志强的行为 也彻底惹怒了那些亡命之徒 仅仅不到一个月 毒枭就对龙志强展开了疯狂报复 由于没有一点点防备 龙志强的家人全部惨死 她自己也重伤而逃 至于龙志强尚且年幼的女儿 则被黑玫瑰的大姐头黑寡妇给带走了 黑寡妇是一位非常善于养骨的女恨人 她四处抓捕基因优秀的孩子 然后再给他们洗脑 自己是他们的妈妈 想要获得妈妈的爱 就需要从众多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才行 至于哪些能力不出众的孩子 则会在厮杀中彻底死去 最终能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 在成年后就会成为黑玫瑰组织的新鲜血液 这其中就包括龙志强的女儿白灵 当然黑玫瑰的成员可不全都是女人 黑龙就是一位和白灵一样 非常善良的男子 同样也是白灵的追求者 他们在不执行任务时就会伪装成正常人 有的是扮演学生 有的扮演其他角色 主要看个人爱好 原本黑寡妇和那些黑帮大佬 都是有着各自的毒品生意 他们向来也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黑寡妇仗着自己培养了黑玫瑰 这个强大的杀手锏 就企图削弱其余黑帮 想要一家独大 而黑玫瑰的成员也的确没有让他失望 仅仅半天不到 就搞定了三联邦和黑手党 以及山口组 唯一的问题就是 白灵因为心地善良 在执行任务时留下了活口 这时的警察们找到了突破口 尤其是在经过一番大数据对比验证过后 更是让龙志强发现了 自己的女儿还活着的希望 自从女儿被黑寡妇抓走之后 龙志强就收养了一名义女阿丽 阿丽在龙志强的教导下 就是一名活脱脱的女汉子 几乎打遍全校无敌手 而且虽然是义女 可她却非常支持义父去找自己的亲女儿 一点都没有怀心思 不过龙志强他们的行动 却被黑寡妇的探子给发现了 为了避免妇女重拒 恶毒的黑寡妇竟然下令 让白灵去暗杀龙志强 由于阿丽的成绩非常差劲 扮演学生的白灵 正好以家教的名义来到了龙志强的家中 虽然已经过去了整长15年 可在见到白灵之后 龙志强还是隐隐认出了 这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龙志强也看到了白灵暗中隐藏的枪支 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即使被女儿打死 她也不可能反杀女儿啊 为了破解此局 龙志强故意播放了白灵儿时的录像 看着录像的内容 白灵经常梦到的那些儿时模糊记忆 也隐隐变得清晰了起来 她仿佛忘记了今天的任务 竟然痴痴的问龙志强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爸爸 白灵似乎很难相信这件事情 她没有杀龙志强 只选择了离开 其实与龙志强合作的另一名警察 早就在和白灵接触时 知道了她是龙志强女儿的身份 她之所以没有敢说出来 是因为她喜欢白灵 她把白灵的身份被曝光后 不光警察们会通缉她 甚至就连黑寡妇也会杀人灭口 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黑寡妇得知白灵没有杀龙志强之后 她就开始下令 让其余的黑玫瑰成员开始追杀白灵 以免她叛变之后 把情报卖给警察 不得不说 黑寡妇的眼线几乎遍地都是 那些平日里看似只是正常人的校友 竟然有很多都是黑寡妇培养的手下 就连白灵也没想到 黑寡妇隐藏的如此之深 好在在逃跑时 有黑龙这个痴情种帮白灵挡刀 在不舍的牺牲了黑龙之后 白灵还是成功摆脱了追杀 不过黑寡妇如此嚣张 真当警察们都是吃素的吗 警察们在龙志强的后径 植入一个定位芯片 然后再让她故意拖大 假装被黑寡妇抓到当做人质 届时就能定位到黑寡妇的老巢 将其一举歼灭了 计划非常成功 龙志强故意迈破绽 和一女一起被抓 当定位到黑寡妇的老巢之后 其余警员开始全军出击 可让警察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黑寡妇 其实已经后院起火了 因为得知自己身世的人 可不仅白灵一个 黑寡妇四处树敌 她的对手当然也不是软柿子 其中一名黑玫瑰成员社会姐 被人告知自己的身世后 就暗中联合其余黑帮搞起了谋反 他们先是神不知鬼不觉的 将黑寡妇的手下逐个击破 然后再来一招瓮中捉鳖 社会姐人狠话不多 分分钟就送了黑寡妇去了西天 同时已经彻底弄清楚 自己身世的白灵也来到了总部 暗中救出了自己的爸爸和干妹妹 大量的警察们也赶了过来 开始与毒贩们火拼 黑帮老大和社会姐间大势已去 本来想逃跑 可妇女三人哪肯放他们离开呀 江湖规矩 拿枪的和拿枪的干 拿刀的和拿刀的干 光是这段打戏就整整持续了将近20分钟 看完之后让人直呼过瘾 而最终的结局当然是警察歼灭毒枭 妇女弄死了黑帮头头 白灵也成功击败了同门社会姐 对于和自己一样同病相连的社会姐 白灵其实还是抱有侧隐之心的 如果她肯回头试案 白灵倒不介意与她化干戈为玉帛 可对于白灵的示好 社会姐却并不领情 这倒不是她不识抬举 而是她一直深爱着黑龙 可黑龙却爱着白灵 甚至愿意为她而牺牲 是社会姐的尊严让她拒绝了白灵 对于这部电影在豆瓣只有4.1的评分 其实让我挺意外的 当然在没看内容之前 我并不意外 因为她的封面和名字 让我感觉着就是不卖肉的烂片 可看完之后我发现 竟然比我预期中要好得多 剧情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和伏笔 八成都能猜到后续 但同样也没什么太狗血的地方 至于有吐槽 洗脑科技不合理 培养杀手不划算什么之类的 拜托啊 这是电影 区区一个洗脑科技不很正常吗 至于吐槽造型的 也只能说人者见人吧 别的不说 至少社会姐的气势 还是让我觉得很霸气的 动作武打方面 咱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反正我觉得 总体加一块 差不多也有20分钟 算是够充足的了 所以4.1的成绩 着实有点低了 当然也有可能 是我这人的眼光比较低吧 平时就算是看网大电影 只要不是超级烂 我都会看得津津有味 不亦乐乎 甚至还会把自己 带入演员和导演的角色去比较 如果是我是他们的处境 我又能演成 或者是拍出什么花来呢 如此一来 就能稍微体会到 别人背后的不意了 超级大片 咱也不是没看过 但我觉得 只要愿意认真的细细去品味 只要不是那种 洗钱的 巨无趣的大烂片 每一部作品 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也应该受到尊重 在这种表现 我都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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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